快要放暑炸了 还在烦恼要去哪里玩 才能玩得开心又精神吗 其实花东旅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由于0403地震冲击到花东旅游 为了振兴当地的观光产业 交通部的观光署就推出了旅游补助方案 我们马上带您一起来看了 在自由行方面 6月1号期游客入住花莲县的合法旅宿 星期一到星期四 每房每晚依实际住宿的房价 最高是补助1000块钱 星期五到星期天 每房每晚实际补助房价 最高补助500块钱 那至于台东的话 其实也有补助 那将会从8月1号开始实施 旅游客如果要入住台东地区的合法住宿 星期一到星期四 同样每房每晚最高 可以有1000元的补助 不过为了振兴花莲旅游 交通部长李孟燕就有提报 说从7月1号开始起 改为平假日统一是补助1000块钱 可以特别留意了 那行政院长总要用泰的花莲视察实验指示 这项政策将提前到6月24号就开始实施 那具体我们要怎么使用呢 其实根据观光署的网站 就你只要有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你就可以上这个优惠住宿的活动 专区登记参加花莲国旅补助了 你只要登记完入住花莲旅游 你只要符合资格 就可以折抵房价了 那每个人当然是限用一次 每房每晚也只能抵用一组身份证号码的 那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就是如果说你在花莲已经有使用过这个补助的话 从8月开始到台东是没有办法进行折抵的 好那除了这个住房优惠 其实这个台铁版的台湾PASS 也将从7月1号到9月30号实施 那主要也是因应这个4月3号 花莲强震的振兴观光产业计划 可以想两人同行一人免费 那限量是发行3500套的 那内容是包含了像是台铁五日周游券 或是捷运四选一跟台湾好行四选一 他们就是要引导旅客以高CP值的方式前往东部地区 同时交通部呢 其实也提高了这个花东地区境外包机的奖助额度 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入境的包机 日本地区每价次会从新台币38.5万元提高到了42万元 韩国及东南亚 那除了菲律宾之外的地区 每价次会从新台币33.5万元提高到36万元 港澳菲律宾其他客源以及中国地区 每价次是从新台币28.5万元提高到了30.5万元 那如果说你刚好是住在苗栗地区 你是苗栗县的居民的话 也可以特别留意还有额外的补助可以申请了 苗栗县政府为了要协助花莲观光 已经研米了奖励苗栗团体游花莲补助计划 7月开始只要线内20元以上的团体到花莲旅游 每个人最高还可以再补助1000块钱 不过除了国旅我们来看到了 暑假要到了出国玩的民众也真的不少 从6月初开始大学生都陆续放假了 我们单看端午连续假期 淘积的总运量就来到了63.6万人次 那7月到8月更是上看800万人次 跟疫情前同期的运量相当 大概会差不多到了恢复到了94% 所以最后我们也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了 因应暑假人潮要前往金床的话 要尽量提早三个小时抵达 那你出发前也务必要再确认护照 授旗以及航班资讯 避免影响行程了 以上就是最新资讯跟你分享 辛勤安又有新政策了吗 请雅筑来说明 好主播 其实在这个万物渐长的时代 什么东西都变得越来越贵了 尤其这个房价 真的可以说是一去不回头 那为了要帮助青年成家立业 政府有推出了这个青年安心成家 贡污优惠贷款升级方案上路了 不过这回财政部是祭出了小小的改变 我们带您一起来看了 行政院会27号拍版新钦安防币措施 新增了现代一次的规定 避免投资客用新钦安买了又卖 以货核贷者不得再次申请了 但这到底影响多少呢 我们从图表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了 其实使用新钦安贷款的人还真不少 我们统计从去年8月一直到今年5月底 就已经核贷了57,980户 而且使用的户数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除了今年2月以外 算是逐月的地高的 光是上个月申请的户数 就来到了8,273户 我们再仔细分析里面的资料 就可以发现了 申请新钦安的重年族占比 就高达了73% 其中39岁以下的比例就占了73% 那占40到49岁占比是22% 50岁以上的话呢 只占比5% 至于说要购买总价多少的房子 申请新钦安的比例最高呢 我们从图表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 买800万一校的房子 有29%有申请 那801到1000万的话呢 则是有17% 1500万开始一直到2000万 则有14% 那至于说1000万到1500万的比例最高 落在了32% 那超过2000万的比例呢 则只有8% 那会想要申请这个优惠利率 真的也不是没有原因 我们从台北市的住宅涨幅 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了 今年第一季像是文山区 平均一瓶就要55.17万元 就去年第一季啊 是涨了超过8.15% 内湖的平均单价呢 也落在了63.48元一瓶 那涨幅排名第二 约大概在7.41%左右 那至于南港跟松山呢 还有中山区 跟去年第一季比较起来 也全部都有超过7%的这个涨幅 所以看完这些 其实新移安对于要买房的年轻人而言 还是有一定的利率支撑率的 虽然这回财政部寄出了新规 但对于自住其实并不大的 昨天晚上又停电了 地点在哪里呢 包含了南部的高雄前津区 昨天晚上8点多呢 突然有民众听到爆炸的声音 包含了六合路 还有荣安街一带都停电了 透过这个照片可以看到 路上是漆黑一片 就连红绿灯都失去了作用 只剩下部分的路灯还亮着 而受影响的呢 大约是有720户 台电表示呢 是因为地下电缆的这个街头故障了 才会停电 并且是已经在一个小时内来复电 但其实不止在南部的高雄哦 新北板桥昨天晚上6点多也停电了 受影响的范围呢 包含了民生路 无缝路 中正路跟文化路 这些已经有超过1万户受到影响了 台电虽然是在半小时之内复电 但是呢 居民还是抱怨连连 是表示说呢 是因为这个断路器的跳脱 但是一个晚上接连两个县市停电 而且都是在用电的尖锋时段 不免让人怀疑说 台湾现在真的没有缺电吗 和说董事长佟子贤呢 他现在是担任总统府的国家气候变迁 对策委员会的副召集人 过去呢 他其实就已经示警了 他说非核家园的口号 恐怕会让台湾来衰退 这言论当然也引发议论 因为跟赖政府的非核家园神主牌 有可能会动摇吗 董事贤说 如果电力供应不够的话 那我们的产业要怎么发展 这样子对台湾是好事吗 他认为政府现在发展绿电 但是呢 绿电是属于间接性的发电 什么意思呢 早上有风有光就有电 那晚上就没有 因此呢 现在没办法承担稳定的基载电力 至于呢 要如何解决基载电力的问题 佟子贤他现在也有推荐 他认为说 最好的能源比例 就是要30%的绿电 核电也要占30%哦 那比较稳定的 可以全天来发电的 火力发电 则是占比较多 是4成左右 但这样子 就会和赖政府的能源政策 有冲突啊 因为有使用到核电 佟子贤就感叹说 他现在自己把实话说出来 但是却被网友骂了 骂了上千篇 至少说自己说错话了 不过他也透露说 在能源政策这方面 其实台积电是挺他的 就说呢 台湾目前呢 反而是不能讲到 能源政策的弱点 不然呢 你就是不爱国的 这个社会风气 甚至说呢 赖清德准取他继续来讨论 来研究核电 一定是因为很多东西 要做全盘的思考 对此呢 总统府当然是立刻打脸了 说尊重能源议题的意见 但是呢 其实府方并没有来受益 佟子贤谈核能的事情 所以外界不需要过度的来解读 那现在佟子贤呢 就宛如像新国师的姿态 谈论能源政策 同样呢 也会剑指到民进党的 非核家元神主牌 加上大家还记不记得 经济部长郭志辉 过去他曾经说过 核能是干净的能源 那这两个人一搭一唱 也会让外界认为说 赖清德在铺陈恢复核能吗 应该要清楚的来向国人说明 现在对核能暧昧不明的态度 以及未来还有实际的做法 该如何规划 否则呢 这两位可能只会替赖清德 来制造民进党内部的对立 陷入左脚踩右脚的尴尬窘境 以上呢 是本节的推播内容 就在陆委会昨天才宣布 要来调整中国大陆 跟港澳旅游的警示 现在呢 是从黄色灯号变成橙色灯号了 那这就是说代表非必要不要前往 那这项政策呢 其实也被认为是因为中国 上周五的时候 有宣布要惩治台独的意见之后 我国现在也寄出了 这个反制的措施了吗 那但是呢 这个当然也让旅游业者 是抱怨连连的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呢 现在陆进团呢 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放 但是呢 其实去年我国到中国 旅游的旅客 还是高达176万人次哦 那这个数字 其实就仅次于 我们去日本的人数 是第二名 现在调整灯号了 旅游业者就说呢 对两岸的观光交流 当然是有负面的影响 而且现在我国政府 所有打击 这个大陆的反制行为 都是在冲击我们的旅游业 但是陆委会就否认了 他说这个不是反制措施啦 只是要提醒跟保护 我们的国人安全 这个灯号升级呢 其实也只是给民众做参考用的 现在并没有强制的约束力 那在野党又是怎么看 这一项政策的呢 国民党就表示说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应该要尽力来改善两岸的关系 而不是单方面的声称 要来追求和平共荣 但是另一方面 却又放任冲突 不断的升级 两岸第一螺旋 不断的攀升状况下 反而呢 没有办法助于两岸关系的观光 甚至呢 还让我们的观光旅游 变成惨业了 那民众党立委则是认为说呢 执政党做的这些 都是在搞台独的预备动作 大内宣的性质 高于实质的作用 而且认为说 赖政府应该要提出一些 建设性的政策 而不是这样子强硬的硬碰硬 但是矛盾的是 陆委会还是允许 现在已经成团的 这一些旅客 可以到中国来旅游 并没有强制的来取消出团 那这反而也凸显说政策是不是乱了套了 只是为了对抗而对抗 两岸之间一些各项专业 以及商务的往来 也会因为这个灯号升级而受到冲击 两岸现在来回的互相出招反制 第一螺旋升高的状况之下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理事长李大中 他就说了 520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不过一个月 但是感觉我们两岸之间已经经历了无数个大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呢 没有任何一项是有稍微可以缓和的讯号 也显示说呢 赖清德执政的这四年来 大概我们的这个两岸关系的方向都是会走这个路线 那如果中国现在又再出下一个重手的话 恐怕两岸关系会陷入无限的互相反制的措施 双方你来我往互相出招 两岸之间的对抗程度也会持续的来升级 那观众朋友就关心说 现在灯号升级了 会不会来牵动我们的保险业 承保到中国港澳旅游的民众 旅评险会不会更严格呢 对此呢 产险业者是表示说呢 其实大部分的产险公司在合保的时候 都会参考外交部或是陆委会的灯号警示 来作为是否承保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其实多数的产险公司呢 也会把红色灯号列为不与承保 那不排除呢 有可能在旅游警示 现在变成橙色灯号的时候 也会调整一些投保的额度 来进行风险管理 所以提醒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 以上呢 就是本节的推播资讯 台湾的房价现在真的贵到 连竹科的工程师都放弃在台湾买房了吗 一位曾经在竹科上过班的工程师 他就分享说 放弃了竹科高达年薪300万的这个工作 他选择呢 到日本 虽然年薪比较少 但是他说日本的生活品质比较好 而且工作的形态 还有交通也都比较优秀 如果让他再选一次的话 他一定毫不犹豫的选择留在日本 那另外呢 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房价的因素 他说呢 竹科现在三房的房子呢 也要大概2500万以上的台币 真的好贵 而他呢 现在在东京买三房 汇率呢 大概是1500万不到 而且呢 马路又宽敞 空气宜人 绿地还很多 他说生活品质大大的提升了 台湾的房价 现在就是贵到 连竹科的工程师都却步 因此呢 政府去年其实有推出了 新清安贷款的政策 就是为了要让年轻人买得起房 那其实政策上路到现在 已经快要一年的时间 成效如何呢 确实很多人申请哦 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是以区域的核贷户数来观察 最多的核贷户数 是在新北市占了将近两成 另外呢 南部在高雄市呢 也有15%排名第二 再来呢 中部台中呢 则是14.23%第三名 而贷款的年限呢 一般现在大约是落在 31到40年的房贷 大概是有超过五成 都是贷这个时间哦 也这个也是新清安 有别于一般的房贷 是可以贷到40年的优势 平均呢 一个月您负担的房贷 大约是3万多元 其实对许多人来说 压力没有这么大 但是这项政策呢 现在也衍生出一些问题啊 像是有一些人会透过新清安来转租 甚至呢 来用人头户等等 这当然是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 为了防止新清安被不当的滥用 现在财政部也有新政策哦 他们要求各行库要加强贷款前后的管理机制 新贷户必须要签自住的切结书 也就是说这个房屋呢 一定要是你自己来住 如果违反规定的话 他就会终止你的利息补贴哦 而且不但这样 他还会要求你退回 从违规日发生到之前 你已经拿到手的这些补贴的利息 你也要还给对方 并且呢 重新核定你的贷款条件 另外呢 现在也是要限制说 贷款人只能限贷一次 因为去年8月1号之后呢 其实经过银行的核贷民众 昨天开始呢 你就不能再来申请新清安贷款了 现在呢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政府呢也会来全面检讨 新清安的贷款措施 就是来希望可以导正近期房市炒作的风气 不过呢 这一次新清安 现代一次的政策 的确呢 会让一些补助贷款 更有机会 有年限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手购族 但是呢 就可能会出现 有一些人会有 我就烂的心态 就觉得说 预期房价一定还会再涨 自己未来呢 也买不起房子 所以呢 就甘愿沦为市场投资客户 客 投资客的人头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新政策 会不会奏效 还是要有赖银行啊 以及政府 双方的审核 都要更加的来把关 才可以让真正要买房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减轻压力 以上呢 资讯提供给您做个参考